中勇斗牛犬为保护小主人遭蛇咬死 一只中犬为了保护主人的两个小孩遭毒蛇攻击丧命 福斯新闻三署频道报导 美国Richardson一家将爱犬Zeus紧急送医 但为11万 事发于星期一 孩子们在佛罗里达州萨姆特县的家门外 清洗狗狗的水盆 他们并未注意有一条珊瑚蛇朝他们逼近 这时才把越大的Zeus就勇猛地跑上前对蛇吠叫 Zeus做事攻击上虎蛇 结果被蛇咬了四次 这家人的父亲Gary Richardson后来发现Zeus奄奄一息 Zeus被送往奥卡拉布市的兽医治疗 注射了抗蛇毒药 但隔天Zeus的生命已无法挽回 他在小主人O'Reilly的生日当天死亡 Zeus从一月诞生起 就已是Richardson这一家人的一份子 跟全家都很亲密 女主人Gina Richardson表示他很感激Zeus 因为若没有他在场 他可能就失去一个孩子了 Gary 希望Zeus的英勇举止 能让大众对斗牛犬的印象改观 他认为这种狗是最中心的 若斗牛犬变得凶猛 通常是因为受人欺误 科学网站Life Science报导 香胡蛇是一种短小色彩鲜艳 毒性很强的蛇 其毒性仅次于香味蛇 位居第二强 我给你做事情了 我觉得你做事情了 帮助你黑色偶尽 这种狗人蛇 病人不受了